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主要得益于它融合了好几位实力派奥特曼 它是杰德借用诺亚和黑暗扎基的胶囊融合而成 它融合的诺亚 扎基以及塞罗奥特曼的力量都被放大到了最大化 即使和欧布 罗布奥特曼对战也是轻松秒杀 第二 银河扎诺奥特曼 它是银河的主体可以自由穿梭在时光之中 光凭这一点就非常的厉害 毕竟穿梭时光这一点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这要打其他奥特曼的实力也是有的 同时它还能融合黑暗扎基和诺亚的力量 在这两种情况下更是无敌的存在 第三 神秘三奥合成体 这个形态也是很厉害的存在 因为它融合了诺亚 赛加以及雷杰多三位奥特曼 这三位奥特曼的实力自身就很强大 而它们融合体应该是毁灭宇宙的存在了吧 在光之国见过的恶人中基本没有 它的腰间佩戴勋章就是它荣誉的象征 红色的眼睛可以比奥特族人还要好上数万倍 而且它还可以感知宇宙发生的异变 基本上是和宇宙同生同死的存在 第四 扎诺奥特曼 它是利用奥特胶囊合成的奥特曼 主体是诺亚奥特曼和黑暗扎基奥特曼 尽管扎基是从诺亚身体分离出的个体 但是它确实非常的强大 如果对比龙珠的设定 比克大魔王分裂出的邪恶体和非邪恶体 就是神和魔王的存在 如果合成起来就将会是最强形态 所以这个扎诺形态奥特曼确实比较强大 同时它还可以像比克大魔王合体那样 进化成实力更强的形态 如果你是奥特曼 你要和别的奥特曼合体吗 评论留言告诉我吧 您的观影 我的荣幸 我是Michael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